歡迎來到交涉現場 plasticphoto.hk Colin因為這個病患關係都要缺席了 要好好休息 那我們就繼續戰線了 沒事的 大家不用太擔心 好像打了針一樣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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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效的 所以反應就比較大 好 Steven終於問我們有什麼問題了 是怎樣呢?Steven 他最近就入了 兩位主持就好 第三位主持就好緊 最近就入了A6400 再加了騰龍的11-20的APS-C機 好選擇 突然間 永遠都是的了 用了APS-C之後 其實對於這個軟攝功能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誘因 用了APS-C機 加上細部 開始想長鏡了 就想有一些 阿叔感比較強的 他有三支鏡的選擇 還有他對於這些鏡也有些關心的 第一支的決定就是騰龍的7300 騰龍的7300 說的是這一支的 一支Full Frame的浮動光圈 4.5-6.3 第三代 沒有耐智防震的 行貨價錢就3,400元起跳 水貨就大概2,850元 看來他也是想為Full Frame做準備 他問了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把這一支Full Frame的機 就放上去APS-C的機身 鏡頭光圈是會不會下降呢 其實反而這件事是反過來的 因為本身這個Full Frame鏡頭 它的吸光量是比較大 其實它一定是保留到 原有光圈的吸光量 就不會反過來 可能假設你是在用著 它只會是因為APS-C 而影響了它的焦距 但是光圈是不會有影響的 另外他就會再考慮一支 都是一支Full Frame鏡 就是騰龍我們經常都推介一支 28至200的大光圈的天涯鏡 其實我們一直都為什麼這麼推崇這支鏡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在這個近攝的位置 是可以去到2.8的大光圈 就算去到50、70左右 都可以保持到大概4至5光圈左右 所以其實是挺好用的一支大光圈的天涯鏡 所以相對來說的價錢 都真的再貴多一些 去到5200多 還有4103的水貨 但是它最後也提到一支 我們都突然間 都比較遺忘了一支鏡 其實都是一支它以前的APS-C的KID鏡 都是一段多長時間 都甚至乎是可以說是 discontinue了的鏡 就是一支55、210浮動光圈 但是它就是有光學防震的一支鏡頭 那個價錢呢 其實就真的很誇張的了 我想外面應該沒有了 行貨的原裝行貨買的了 上網訂購的話 我也不肯定它是否可以這麼快回到貨 所以你會看到Price.com的價錢 就只剩下水貨 其實可以有一個記憶 給大家看 其實應該是剩下一些二手鏡頭的價錢 就大概一千元一千頭 做了一點比較 最右手邊的那支就是它手上的那支鏡頭 再加上剛才它所提及的那三支鏡頭 那怎麼樣?家豪你有沒有什麼選擇? 首先我覺得55、210 真是非常的抵賣的 那在說一千多元的價位 而且這些discontinue了的APS-C 那就是看你的心態了 看你是用價 還是會考慮第二天都有機會上全面的 那其實它提問得呢 我猜它都有想過上全面的 那全面來講 這裡有兩支 那我就會覺得一定是28、28個支 我相信美也是這樣看的 是啊 沒錯 那因為其實就 就是以三支來講呢 其實那個比例就是說 我的關心是說它的那個防震 另外帶這兩支是沒有防震的 那當APS-C用在這支7300的時候 那本身光圈比較小 又沒有防震的話呢 如果二選一的話呢 我就會推薦它 一去就去支28、28 rather than這一支 因為是防震問題 因為它本身是用著Sony的A6400 是沒有機身防震的嘛 那所以如果說 在這三支裡面來講呢 我會在Sony這一支 最便宜的一支 還有第二呢 就是去到最貴的一支 那這兩支之間是做選擇的 其實28、28這支是非常棒的 我當你去到200 其實5.6光圈呢 一點都不小的 就是那個畫面出來的那個景深呢 其實是非常淺的 那相對在很多同價位的鏡頭呢 基本上你是沒有選擇的 這支是唯一在這個價位 可以給到這個東西給你的 由28去到200 Cover的那個範圍呢 其實也是相當之闊的 再加上如果你暫時 在APS-C那個機身使用的話呢 其實加上那個Code Vector呢 其實200已經是差不多350了 那其實都很遠的了 那雖然你說300就變了 是不是變了多少 450 是的 那450和300 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緊要 要拍到這麼遠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要想一下的 就是說 有時候的鏡頭呢 在光學質素上呢 新的鏡頭 就始終會好過舊的鏡頭的 那這些已經快要 應該說已經抵抗了的鏡頭呢 相信在畫質上呢 就未必夠騰龍來啦 也都可以有合理懷疑呢 就是可能的對焦速度呢 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始終那支是舊鏡來的 是的 其實呢 Sony自己都準備說 把那個APS-C discount 你看到它ZV20都停產了 那其實呢 我們要買鏡頭的時候呢 有時候就看一下你 家裡夠不夠位置放了 就是好像這些APS-C discount 的鏡頭呢 你買回來可能很便宜 那當然啦 便宜買便便宜買啦 但是 那個問題是 它不是好像Canon的EF鏡子那樣 那個承接呢 就未必有這麼大批人 就是那個用戶群呢 沒有這麼多 尤其是Sony的APS-C 有時候你可能放了出來 根本都買不到 沒有人跟你買 那變成你就要有定個心理準備 就是 如果你買這支鏡呢 你就當是真的跌了 千多元 那OK的 其實我都覺得是相當值得買的 那所以你問我呢 就看一下你自己怎樣去決定 那55-210 也都真的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那但是 又再說回來 就是28-28 因為它本身有一支11-20的嘛 那所以其實 拿著這28-28 真是很合情合理的 是啊 我都會 為什麼剛才說到 這兩支之間 一是最便宜和最貴 同一時間我都在想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它在用6400 是APS-C 其實它Wide Zoom的焦距 它11-20 它在用 如果它再買了 28-28的話 其實它整個 Zoom range的過度 真的差很少 反而 反過來 如果一來買55-210的話 中間最常用 Santa Zoom那一段 就真的 就是 剩下了 再加上 剛才嘉豪說的 那 就是上全鏡是用Sony的一個最大的誘引 那可能你現在會在擔心 就是說 我想用一部小機 所以就想用 一部6400 但是不要忘記 那 Full Frame有A7C的 其實外面都說得很快 是在短期之內 其實Full Frame的 replacement 的A7C 應該都會出現的 那 可能未必是replacement 可能是一部高漲數的A7C 就是外面都說的是A7C R 那這個情況之下 就有很大機會 令到A7C的價錢 甚至乎你會收拾一部很便宜的二手的時候 那你一開始已經持有了一支 二十八二八個 甚至乎你已經不用再關心 買什麼鏡子了 你已經可以用這支鏡子 用一個很長的時間 才去想一下 是不是要再入手一些 再長焦距一些的鏡頭 那反而可能那一刻就說 你知十一二十 要想一下怎樣放 是整個問題 那樣 所以其實我就 很不recommend 在這一刻 都再入手一些 A7C的鏡頭 所以就在剛才所說的速度範圍 就是由55至210 和這支28、200之間所選擇的話 我就寧願真的入手一支 性價比再高一點的28、200這樣 其實反而這支11、20 你就不用擔心說沒有人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Wide Angle 尤其是Full Frame鏡子 Sony 那其實Full Frame Wide Angle就算是複製廠 價錢都相對比較昂貴的 那其實很多師兄 都是喜歡 拿一支APSC的Wide Angle 攤它又輕又便宜 那掛在Full Frame機身那裡 都會這樣考慮的 那剛才Zoe說到A7C如果是出一部R版本的話 那相信你是暫時都不用怎麼轉的 是 因為Corefender都夠用的 所以其實都挺適合的這個選擇 而且它還是新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保持 是的 如果假設那部A7C 不是R 我當它用回A7C那塊CMOS 你Corefender了APSC的話 我沒有計錯的話 應該都有2000萬像素 所以就像家侯所說 就算Full Frame行APSC的話 其實你也保留到很高像素 是的 因為通常Wide Angle的價錢貴 又用得少 通常是最後買的 很多師兄都是 是的 反而長焦就容易選擇 現在這支還要天涯 一流 不用擔心畫質和對焦速度 這支是OK的 是的 也都有很多師兄都買了 當然有很多幾支standard在手 但是看到這支鏡這麼正 就買了一支28、200 但是最終它長期保持著 都是28、200 就開始放回定焦鏡 因為它的港圈本身都比較大 是的 它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得還 就是只有一支鏡 你又很想買其它 但是你好像 這支真的很正 沒有什麼理由不用 這個就是最大的缺點 是的 還有最誇張的是 它即使是Full Frame 這麼大的光圈 都保留到這麼小支鏡 其實這支28、200 放在它的APSC上面 其實這個問題是不大的 真的在說的 那個尺寸 其實相比起來 跟這支55、200 是更短一點 只不過是口徑更粗一點 它的鏡是跟這支28、75、2.8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你只看下去是分不到的 是的 還有現在它是有個最近對焦距 你現在用這支Y&C來拍攝那個焦距 它最近是0.15的 它用到這支28、200 都還可以去到0.19 所以其實整支鏡用下去 是完全不會有一個差異 但是你一去到這支52、1.0 你完全拍不到近的 是拉卡那些鏡 就馬上變了 是的 但是不可以加成力玩 是的 很差 是的 所以就相信我們 先去到這支28、200 遲些儲一下錢 就上了Full Frame 應該就可以安靜無憂了 其實都不是貴了 說真的 是的